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神剑闯江湖最终章 The Beginning 我觉得这部电影 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这是神剑闯江湖真人电影最终章的下集 也是整个故事的前传 跟上集一样在疫情的影响上面 延到了今年才上映 而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则是在Netflix上面独家的上线 导演一样是大有起始 主演的依旧是沙唐先生佐藤健 日本女星有春嫁淳 饰演女主角雪黛八 一同演出的还有高桥一生 村上红狼安藤正信 北村一辉 以及前几集有出现的江口阳界 改编至和月深红的漫画神剑闯江湖 剧情介绍 在成为我们所认识的非春剑星前 主角曾是一位在日本木末时代 令人闻风尚胆的刺客 被称为拔刀斋 在当时要推翻日本木服政权的革新派底下工作 但在某个晚上遇见了温柔的女子雪黛八之后 却让她这个作为筷子手的人生从此改变 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一集会让我很期待的原因 神剑闯江湖在电视上面播放的动画 虽然一开始很成功 但是因为后来自创的剧情 还有电视播出的尺度的原因 到了后期在评价很凄惨 导致在人猪片都还没有推出之前就已经暗烂收摊 后来制作公司就以人猪片当中的追忆篇 做了一个OVA 因为OVA的尺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神剑闯江湖最异篇的动画 跟原来电视上面播放的动画 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带着比较写实的笔法 完成了一个对暴力省思 并且带有悲剧性的故事 意外的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尤其是在欧美的粉丝心中 甚至有评论称之为是 日本动画最精彩的典范 也因为追忆篇在漫画当中的篇幅其实不多 所以这部OVA做了大量的剧情补充以及调整 所以也可以说这部真人版电影 基本上是改编自这部OVA的动画 我个人觉得真人版的电影 算是成功保留了这个动画版本的优点 有很多精彩的画面跟剧情设定上面的调整 都是在OVA里面就有的 甚至是最后那个十字刀疤的由来 都跟漫画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真人版电影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有的 它添加了这个时代背景的重要性 也就是日本默默发生的那一连串的事情 新选主、池田屋事件、进门之变 还有到电影尾声的鸟语福建之战 这边的画面用了第一集的开头作为衔接 所以要完全看懂这部电影 可能是需要一点点日本历史的知识 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是边看边查 反正你可以按暂停嘛 起码你要知道新选主跟建兴支持的贵小五郎 分别是站在支持政府 或者是想要推翻政府的那一边 虽然建兴只是一个刺客、筷子手 跟高桥一生饰演的贵小五郎比起来 并不是这场革命当中多重要的关键人物 但是把建兴跟雪袋八的爱情故事 跟这些历史背景故事所结合起来 我觉得是这部电影很成功让我很喜欢的一点 也完整的表达了整部这个系列作品 建兴这个主角所要传达的象征意涵 也是为什么后来建兴坚持不杀的精神 拿着那把逆刃刀 这也是神剑闯江湖除了是一部热血的少年王道漫画之外 何月生宏老师为什么要把背景设在这里 以及这个曾经身为拔刀斋的主角的用意 就是借用那个时代背景跟建兴去让人思考 战争或者是杀生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如果要讲蝙蝠甲的故事 那他的爸爸妈妈就一定要死一次 如果要讲蜘蛛人的故事 那他的Uncle Ben也一定会死一次 而如果要讲建兴的故事的话 不是雪袋八要死一次 而是雪袋八的未婚服就要死一次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从这里开始的 建兴在一次的暗杀当中遇上了雪袋八的未婚夫 清理明良 他当然不敌建兴却一再的站了起来 最后给建兴的脸上留下了十字八的第一话 然后你知道于是才有雪袋八来接近建兴才有这整个故事 提一下OVA的版本则是从建兴的身世 以及他跟鼻鼓青石狼的相遇开始讲起 还有这个名字的由来 比较是从这个看似纹弱的主角 怎么会拿起刀剑来作为起点 而回到这部电影《清理明良的死》 对建兴的内心所提出的问题就是 为了推动新时代为了革命 为了远大的理想所挥动的刀造成的那些死伤 身为杀人者的他应该怎么面对呢? 你可以说一场战争当然会有连带的伤害 但这些被波及的无辜 对这个筷子手来说是一辈子的罪孽 所以前世纪《神剑闯江湖》的正传 都算是剑星的赎罪之旅 而这个最一篇的前传则是看着 还是筷子手的他 即便有着高超的剑术 或者有名师打造的名剑 但是他的内心依旧是非常的残破 为了推动新时代的远大理想 要背负多少的仇恨苦痛呢? 直到遇上巴这个要来复仇的甜蜜陷阱 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部电影当中 呈现出来剑星和雪带八字两个人内心的纠结 他们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可是这个爱却是他们的救命草 让他们终于有可能 暂时离开那个动荡的时代 拥有平凡的幸福 你看尽管剑星只是看着甜里面的萝卜 也能拥有笑容 不管是OVA的动画 或者是这部真人版电影 我都很希望时间停格在剑星跟雪带八 当假夫妻在郊外种田的那个地方 当然这是注定不可能的 然后这部电影的武打部分 还是很好看 但是跟前面四集也算是有蛮不同的变化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华丽 不再有剑星一个打一百个的那种场面 但一开场剑星杀爆对马武士的那场戏 就让我觉得好像看到了限制级的罗根一样 终于解开束缚 终于让我看到拿着不是逆刃刀的剑星有多可怕 一个人是怎样杀爆整件物质里面的武士 还有后面一段跟新选组的 天才剑客充田总师的对手戏 也算是很精彩 但也就是大概比划两下就结束了 毕竟他们两个人的决斗 按照历史来说是不能分出胜负的 还有我很喜欢玩OKRAW这一集的主题曲 在那个依旧很磅礴的气势当中 符合这部电影很沉重的情绪在 尽管这部电影在一些画面啊 场景的上面还是不如动画来的有意境 但是在故事上啊 武打上啊 角色的展现上啊 总体来说还是相当完整 非常丰富的一部电影 真的是有让我感受到这个故事的悲剧性 我期待了好久的这部电影 没有让我失望 特别推荐给喜欢剑星 还有剑星所代表的意义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米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